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该付的都付了 就算是排队也该轮到我 所以啊 只要这第一件事情一半成 我立马就要做另外一件大事 算了 我还是别问了 问了也不告诉我 不不不 这这第二件事你可以问 跟你有关系 跟我有关系 我要向你求婚 好 你要跟我求婚 不是女子的呢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第一件事情做成了的话 你就跟我求婚 冰雪聪明 那第一件事要是不成了吗 不是 这这这这个事我好像 倒还还没有想 是吧 我觉得呢 你还是想想吧 你想啊 事情无非是两种结果 要不然成功 要不然失败 你如果要是把跟我的关系 建立在第一件事情的成败上 那我觉得前前后后 你还是得想清楚才行 是吧 是是是是 是得想清楚才行 这个事咱们就先不提了 点菜吃饭 服务员 点菜 登登登 登登 马利奥先生 那是 什么咖啡 这不是咖啡 您尝尝 那是什么 这是接骨草茶 中药秘方 我专门为您泡的 好喝吗 还是咖啡好 马里奥先生 咖啡不利于钙的吸收 这个呀 对您的手的恢复 绝对有好处 谢谢小爷 不客气 那要没什么事 我先出去了 小爷 小爷 这花是谁送的 这不是您一直在家休息 没来上班吧 今天您第一天来 我想让您有个好心情 您喜欢吗 谢谢你小爷 我很喜欢 那就太好了 那我先出去了 好 走 您有什么事吗 我已经下班了 您要回家 好好好 对对对 不好意思 马先生 麻烦您到停车场稍后 您的司机小伙我 立马就到 袁月帅 你的车挺不错呀 十万公里的二手车 这还不错呢 保养得正好 像新的一样 您别客气 您要喜欢 咱俩可以换车 想得美 袁帅 进来喝杯咖啡 咖啡就算了 我还得回家看孩子呢 你知道吗 实际上我能开车的 不是 你能开车 你还要小许命令我送你 实际上我想跟你探探 害怕你不会接受 所以用了这个办法 老板 你在中国待着两年 这小机灵抖得比中国人都厉害 请进来 来看 行 好 记着我跟你说过的话 一定要沉住气 不能乱说话 你放心 只要一千万能到手 别说乱说话了 屁我都给憋回去 走了 走 走 不愿意点 不 就是那个野马风头那个马总 我们这是出租写字楼的地方 每天出租姐姐的公司躲了去了 什么野马还野驴呢 不 不是野驴 绝对是野马 大姐 这儿怎么就成租立写字楼了 对啊 您们是不是要租啊 一天把牌回欠 上楼下招呼也 把手续就行了啊 去吧 你说马总他搬家 怎么不跟咱说一声啊 你傻呀 咱这是遇上骗子了 这就一骗子公司啊 不不不不可能 肯定有误 肯定有误 给他打电话 我四前五前的事 你别打了打也打不通 不不不肯定 马 马上再五号存号 对对对 存号存号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请您查队后再 怎么只有空号呢 你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请您查队后再 咱这是遇上大骗子了 什么大骗子啊 他这公交卡他都骗的去了 你这怎么 怎么办 怎么办 赶快报警啊 不不不报警 报警 1119还是120 110 111111 喂 警察署 不 警察阿姨啊 我们被骗了 警察 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些问题 看 我们之间有问题 我没觉得呀 你上次来的时候 你上次来的时候 投走了小鱼的照片 我知道 你到现在还是爱着小鱼 别别别别 你别这么说 我爱小鱼 那是过去事了 我们现在离婚了 那么这个爱呢 就不存在了 你说的是实话吗 实话呀 那我也说实话 我爱小鱼 对了 我还想求你一件事 说 我一直想给小鱼做些什么 叫她高兴 就说你要讨好她 是啊 讨好 你是她的前夫 对她很了解 能不能给我一些简易 做些什么能讨好她 我正诚地 希望您能帮忙 这位意大利马里奥简直了 居然求我这个前夫 出主意帮她追我的前妻 要不是顾及两国帮交国际影响 我真想一咖啡泼她画衬衫了 叫她洗都没法洗 对 行 既然你甜不知识 那我也给你来点有创意的 那你知道莲子吗 莲子 罗特斯 莲子 知道 知道 对 小鱼爱吃莲子 我一会儿莲子是个好东西啊 明目 爱火 静心 养颜 小鱼爱吃到莲子啊 她的心情就会很愉快 好 很兴奋 好 懂吗 好 所以啊 你亲手为她做一块小蛋糕 上面呢 来上几颗莲子 她要吃到你亲手为她做的莲子蛋糕 我保证她爱上你 女孩跟罗特斯药 这是个好想法 谢谢 谢谢 我等你胜利的好消息 余总 这都第十杯茶了 也不见您说句话 也不见您上厕所 要是有什么事您就说出来吧 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说我算不算是一个聪明的男人 当然算了 您读了那么多书 悟性又那么高 我见过聪明的 可真没见过现在您怎么聪明 聪明反对聪明误会 一页账目忘乎所以 上了个这么憋屈的档 真是窝囊 您上档了 上什么档了 你损失严重吗 几千块钱的事情倒不严重 主要是我接受不了 我居然会被骗的事实 而且骗术如此的着掠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我总在想啊 我这么聪明的人 从小周围的人的智商 都跟我没法比啊对吧 这倒是 但是我没想到 居然有人会骗到我头上来了 太叫我气愤了 的确太叫人气愤了 关键是这个 被骗的钱还不是我的 不是您的钱啊 那您着什么急啊 谁的钱啊 还好我一时谨慎 被骗的钱是杜娟的 杜娟钱被骗了 她那么抠门的一个人 不能出事吧 应该没大事吧 被媳妇抛弃这么大的事 都扛过来了 这几千块钱的事 应该对她来讲 就算是小坎坷 这关键是我心里她 太憋屈了 李总 我今天才发现 您真太伟大了 您就能为朋友被骗 难受成您这样的 那真是两肋插刀 行下仗义 江西敏兴 甘胆相照 行了行了行了 你别奉仇我 我知道我有几斤几两 我恨的是我那一千万她没了 一千万 那怎么还有一千万的事啊 你不是说几千块钱吗 那你这一千万 跟杜娟那几千块钱 是一回事吗 你什么时候有一千万了 打住 不 我这一句两句 我跟你说不清楚 去给我换杯茶 看什么呢你们几个 你们这儿还没吃啊 还是吃过了呀 怎么了你 娟儿 一千万没了 四千五也没了 什么一千万四千五的 你 你 你给我慢慢说 说明白行不行 你倒是说呀 怎么回事啊你 谁知道 我知道 你说 我爸被骗了四千万一半 那超级四千五有我 一个一个的说 从你开始了 这就被骗了 本来是一千万的 超级洗头帽没了 我爸也投资了 四千五有我爸一半 不对 是我爸被骗了四千五 但超级洗头帽还在 那个 对我遇到一千万的 你要来 那你讲什么好啊 总理也好 好喔 你在吗 你得准备好啊 你得准备好啊 带来了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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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宵 叶宵 看起来不错 是你做的吗 当然我自己做的 尝尝 那我尝尝 你别说我还真有点饿 等等 我给你再弄点咖啡 谢谢 谢谢 马刘 你蛋糕里放了什么 面粉 鸡蛋 奶油 还有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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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你放了鳞子 对 好吃吗 小语 你怎么了 我来送我去医院 我说你跟李欢宇这一天奇奇怪怪的 感情是憋着劲发横财 横什么财呀 一千万都没了 我就不明白 你们俩加起来七十多岁人 这么简单的骗术居然识别不了 就这脑子还要做生意 还要靠智慧创造财富 李光你干啥呢 半道有个事 说 说 说先走了 不过想不开吧 他凭什么呀 那四千五大头都是我出的 他就出了点零头 就是跳河那也得我去 轮不上他呀 行了 破财免债 幸好钱不多 不是 我那一千大元时候也还了 走了 还按八百算吧 八百呀 八百呀 行 孩子们的我不要了 油钱得给我吧 我连公交卡都让人骗走的 你 我 吃一千账一致吧 哪里摔倒 哪里爬起来 等李光云那小子回来 跟他好好说道说道 要不他你也不会上谁大 那四千五不能让你一日出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远川呀 你哥得替我做主啊 你替我把他一半要回来 你说 只要把他一半要回来 我今天看电影 吃哪餐 我前去动物园 跟十多了我和你留点什么的 好吧 踏上跟那儿多儿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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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回来了 还 还没睡呢 你不回来 我哪儿睡得着啊 真是兄弟 够意思 坐吧 那儿 有 娟儿也没睡呢 情况我大概了解了吧 你说就这四千多块钱 算谁的呀 当然算娟儿的 还有我的了 不是 这事吧 我们俩是一条神上的马上 谁也跑过来了 就 我那些可没用呢 我跟你说 就现在这情况 你觉得 你是不是得先把那一半 混给杜鹃啊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那一半我没有 那一两百块钱 我到时候还能凑凑 初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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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忽悠吧你 我没忽悠我 我确实手头紧 要不我给你写上借条吧 谁怎么办 肯定是警察抓到片子送钱来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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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他 他他他 你 你 对对对对对对 你是个大骗子 我要是你 对对对对对 杀杀我 拜托 都别动让他自己说 我对王子 他进的口 你弄想干什么 我的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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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说什么叫我 对对 是莲子 他讲我 给杜小语吃莲子 不可能 马大哥马大哥不可能 一定是误会 我跟你说 我妹妹杜小语从小莲子过敏 黄先生知道大家都知道 不可能给他吃 我跟你说杜小语别说吃莲子 既然莲子他都躲 是的 我给他用莲子粉做蛋糕吧 什么 用莲子粉 他人哪 在医院里 好 怎么样 没事啊 还烧不烧啊 是不是喉咙又肿了 用了什么药啊 既在米兔叫六芳娜 还是葡萄糖六芳娜 叫BCBB 跟医生说啊 这点咱们有经验 必须得观察八个角力量才行 别在这儿装枪做事了 还好意思过来 说轻了你这是怀恨在心 打击报复 说中了你这是卑鄙无耻 故意伤害 干吗 借以我跟他单独聊聊吧 好 明白单独吗 好 好 什么事儿说 我没想伤害你 那告诉玛丽奥 我爱吃莲子的事 是你说的吧 挑唆她往蛋糕里 加莲子粉的事 是你干的吧 我对莲子严重过敏 这个事儿是你一开始 就知道吧 这不是打击报复是什么 不是故意伤害又是什么 别看了 再看就不道德了 他们 在干什么呢 你管他们在干什么呢 反正跟我没关系 跟您就更没关系了 那个没吃饭了吧 我带你吃烤串去 怎么样 这个情况怎么会 去吃饭呢 马达在任何情况下 都应该吃饭 知道吗 你 你没吃饭 对 你们这儿没烤串 太早了 不是 您这儿肯定没有这个 我给你烤腰 一大腰子 干嘛喝点啤酒 你 你放心啊 不用你套钱 咱俩试试 只能说我低估了老马的智商 他绕着弯跟我谈 说是你在意我 希望我跟他成为朋友 这样你才能接受他对你的爱 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那是希望你们和平共处 仅此而已 是仅此而已 我 我也这么想的 可是你说 你说他缺不缺德 他找我这个前夫 给他出主意 追我前亲你 这不是挑战我忍耐的极限吗 所以你就假装帮忙暗中使唤 让他给我吃莲子 看着我在这边呼吸急促 我都不止一劫 你心头之恨 这倒是你的一贯做事风格 我没这么狠 我是说让他把莲子 放在蛋糕的明面上给你端出来 你一看不就不吃了吗 一场风花雪浪漫事 最后趁心而来 半心而归 可是谁知道 他把我的锦囊庙底DIY了 他直接买上莲子粉 撒在蛋糕里 这我就料不到了 你还在这阵间有词了 这么大人了 我都不知道说你什么好 你赶紧出去吧 我现在看见你我就生气 行了 我给你弄点粥来吧 你别虚心假意 我一来会真的 满了我也不吃 算了 你怎么这么早起来 不多睡会儿 我给你去菜场 不是 今儿我买菜 你去干嘛去 昨天杜家远都明到了 我想今天买点好吃的 给他补补 算我江湖补补 那你买什么呀 我买猪肩 行 住这儿去 那我们今天也是住这儿 让你们多买点吧 我们也跟这一块儿 我自掏腰包 跟我前妻款外关系 这跟家庭开支没关系吧 你买你的 我买我的 那你去过早晨 小时候去过 怎么了 那行 算了时候听我的 不至于啊 不至于 我看着你现在是 菜场无战场 到那儿一手都是 凝枪水果案件的党部队 必须跟他们寸土必争 要不然一不六神 就把你宰得是血肉红飞 你就来一次无葬真之地了 我怎么提着想去伊拉克啊 你这不是奇乐融融一片祥河吗 没你说那么恐怖啊 这是暗藏十二纪 那你移民前的黑暗你倒了 那个 勤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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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掌 小杜 在哪儿干活呢 媳妇工地嘞 亲自可行进了 刚上了 咋买的 别人三贯 买你两块八 好兄弟 来 来 来 瑶瑶 三贯 烙不省了呗 省了 那还行 万一 万一五块 五块 这周叔 真够意思 我跟他说 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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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烙吧 再省一台 真了 哎呀 还能是个二啊 想不起 那 那个 大长 这这一 绕一下 绕一下 绕上吃顿饭不容易 是是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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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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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汇的挺多的呀 咱傻雷 我就问你 既然你汇的这么多 为什么这家里每月 还超值呢 人家是不知道啊 这个词儿说 每天情况是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贵有的时候便宜 今天你赶上便宜了 平常都挺贵的 你 你不是要买醋甜吗 嗯 那 那么你家 东北的 那住这儿特别好 看完 进去 来 李姐啊 李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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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小姐 陶芽吧 你就是追陶芽的 那个哲学家吧 妹妹 你说话真够远生的 哲学家不敢 追陶芽是事实的 你还挺谦虚的 我们都以为 哲学家是你外号呢 不是 陶芽到底是来了 还是没来 他还没来 不过应该快了 要不你坐这儿待会 不不不不 我随便留着溜着 谢谢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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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就慢点啊 好啊 拜拜 拜拜 行 这么着吧 回 回 回来给我打电话 好嘞 够香的啊 我妈也都在这儿了 成成成成 绝绝绝绝 没喝 好 绝对好 绝对好 跟张主任说一声 我到了啊 好嘞 早 要给我发城 放过院了 我知道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要跟你谈谈 我这样接班呢 这事儿很重要 请一会儿架 那行 要不你先去花园等我 我打个招呼就过去了 什么意思啊 将功补过 带队离工 尝尝 咸炭 更好 软硬 适中 行 老大胃老呼呼还在 难得你有这份心 我还真是好长时间 没吃你做的菜 就是一个 取之精华 这是我一大早啊 特地到菜市场 亲自为你挑选的猪前腿 你昨天折腾那么一场 今天是该好好补补了 今天我请假 你也请假 你说合适吗 不就是扣工资吗 用半天工资换来良心的安宁 值 我说的不是扣工资的事 我说你们这推广部的计划 到现在还没通过 别到时候离了婚又失业 那真是鸡飞胆达一无是处 杜总啊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讲 自从你容生我们 进来了杜总之后呢 我每天上班的心情 比上分还沉重 当然我也不怕 压力是弹簧 你一软他就强了 太多还不懂 今天策划案我看了 别别别杜总 好容易放假一天 咱不谈工作行不行 行 吃饭 李环宇 说吧 找我什么事啊 你先告诉我 你刚才怎么来的 坐车来的 坐的什么车 汽车 我知道肯定不是驢车马车 我是问你谁的汽车 谁开的车 干吗呀 干吗呀你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我坐谁的车来上班 跟你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这是原则性问题 适可杀不可辱 你掰着手指的叔叔 我李环宇对你怎么样 是 我不算是 多么优秀的男人 中年离异带孩子 勉强算是金离 还是以潜力股 没房没车没存款 带不起伯爵 开不起奔驰 送不起LV 可我就算是一王八蛋 那也是一有知识 有文化 有理想有抱负的王八蛋吧 你别打断我 必须听我说完 好 你说 我对你的感情有多致热 多真诚啊 我一块四十的男人 厚着脸皮给你写情书 负债累累 还想着给你送鲜花 送礼物 为你失眠我一把一把地 吃安眠药 你上网发个帖子 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 像我这样的中年痴情男 我不要求你对我感激替零指恩徒炮 可是你也不能这样玩弄我的感情吧 说完了没有 没完 你必须得告诉我 那个开车送你来的男人是谁 我没必要告诉你他是谁 李桓宇 李老师 如果你要是神经病的话 全世界人都会让着呢 可你要觉得全世界人都应该让着你 那你就是个神经病 你喜欢我 你追我 我知道 可是排队追我的人多了 我有必要对每个人都负责吗 我还没答应到你女朋友呢 你就这么监视我 质问我 那我要真嫁给你 你还不得对我严心考打情绪逼供啊 你要是觉得委屈 可以马上放弃你排队的权利 咱冷静一下 你别冲动啊 谁冲动啊 我 我冲动 你冲动行了吧 对 你说得对 排队 要排队 但是这个排队的乐趣啊 并不在于这个前边的人越来越少 而是看着后边的人越来越多 你能不能跟我透露一下 就是送你来这男人是 排我前头啊 还是排我后头啊 你 你叫我死也死明白啊 他呀 他不排队 加三更可耻啊 要声讨这样的行为 他排队没有意义 可是我看着他不但送你 还拥抱你 他是我爸 伯父啊 早说呀 我应该上去打个招呼才是 这多不合适啊你说 事说完了 那我走了 不是 我 我都忘了我干嘛来了 就今儿晚上嘛 我戏剧圈的朋友有演出 给 给了我两张票 咱俩一块去看吧 什么戏啊 新牌的话剧 爱的烦恼 我晚上加班 你自己烦恼去吧 来 你说你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呀 衣服堆着不洗 冰箱里除了鸡蛋就是啤酒 哪儿哪儿都是一层灰 你就这么安排你离婚后的生活 我觉着挺好的 离婚以后怎么生活 那是我的自由 可你毕竟是女人啊 你得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啊 在未来的生活中 你打算扮演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呢 自由自在 随情随性地单身女贵族 我说的是感情 马里奥对你穷追猛打 围追堵戒 你到底什么态度啊 没态度 看情况 哪天追急了 一狠心嫁了 也保不齐 那我得奉劝你一句 妖精都是孵化千年才撑得精 你一刚破壳就想吃糖僧肉 太妖强了 更何况你的对手 是以五十开外的西西里老头 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口味中啊 你要是不说话 没人当你这哑巴 知道了 你抓紧时间赶紧回来一趟 干什么呀 一会儿来电话了 说那个老师要过来家访 你看你和华宇都不在家 你说我女人怎么办呢 你不就是家长吗 不是 我我我是家长的 我只能代表兜包 我代表不了体肩和露露啊 这么点事你代表不了 哎 仨孩子住一块 露露体肩的情况你不了解啊 行了行了行了就这样啊 我还有事呢啊 不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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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 姚 姚老师 这 这 这 在呢 在呢 我还以为家里没有人呢 没听见 没听见 你请请请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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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啊 我挑半天呗 是是是 你拿鞋啊 我那个 没事 没事 随便给我拿 人家就行 就这个吧 这个吧 您 您这有什么办法 家里就你一个人啊 他们都不在 好好好 丁晴啊 这个比较乱啊 不好意思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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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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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别坐这儿 你那铁都是东西 那 那我坐哪儿 那 就其他点随便 随便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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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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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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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坦克 没事 没事 那个 那这能坐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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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坐 坐 我坐 坐 梁老师 你说 我 我真不知道您这么快就来了 你说我这 没来劲收拾好的您 这也怪我 因为我 有一个小朋友啊 就住在你们旁边 完事我就直接过来了 是是 那个 那您喝点什么 要不我给您搞点什么 咖啡啊 茶 不用不用不用 豆包包 不用那么麻烦 我就是例行加法 那那那我再收拾 您别收拾了 咱们就现在开始吧 好 那开始 好 那开始 你的事啊 我听小宇说了 怎么样 对豆包没有影响吧 影响肯定是有了 但得亏是住这儿 有铁铁和露露陪着玩的 有时候就敞坡去 不过三个男人带孩子 怪不容易的吧 也还行 您看我们这儿 您看 上面这是儿童房 这是大人房 这儿还有这个学习室 什么 什么什么 都 什么都有 别说 这儿还真够大的 这 这房子不是以前 黄学舍他爸他妈的 工作室吗 最 最主要 我们这儿有那个 生活规则 还有儿童守则什么的 我们这儿基本属于 半居生化管理 不是说这个 孩子跟爹妈在一块儿 去找杨童之气吧 你瞧我们这儿 怎么杨童的父母呢 姚老师 行了 行了 那吧 爸爸 不不不 不是 您看这都饭点了 您也不吃点饭 就走 就不合适 真的没事 因为我没有规定 不能在孩子家里吃饭 那行 那谢谢您姚老师 欢迎您再来 行行行 其实通过今天的家访 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 特别乐观的人 你说你遭遇了 那么大的家庭变故 还能参加全市的长跑比赛 还什么乐观的 主要是不是想把闺女留下来吗 我听小语说过 你想通过长跑比赛 来做出点成绩是吗 证明 没证明得了 那丢人了 怎么了 跑了没有两千米就趴下来 这你也看着了是吧 心里想使劲 这身肥肉实在是不给力 是吧 也 也不能这么说 你 你是说要打算放弃了是吧 放弃倒不会 反正跑不了不干点别的呗 是吧 那个亭娜她爸给我出一主意 说搞发明 我想搞就搞呗 我以前也搞过 我就点灯熬的搞 结果这些 发明没搞出来 钱让人骗他 说我连公交卡都让骗走了 都人你知道吧 说实话呀 我有时候我真想放弃 我觉得 我这是不是就没着命啊 你去说什么啊 也别呀 你 你说的什么 发明 创 创 专利是吧 我不太懂 但是跑步其实挺简单的 不是 不是 一点都不简单 你看啊 我比赛之前我 我减肥 我锻炼 我来猫猫汤我都喝了 结果不是还是两千米没到 我就 我就躺下来了吧 我跟你说就是 岁月不饶人 三十多岁了 跟那小伙子没法比 那你现在还想跑吗 想啊 那就跑呗 你先跑一个给我看看呗 这儿 这儿 当然不是在这儿了 走吧 跟我去个地方 你去了就知道了 你跑的时候啊 把这个戴上 这什么呀 因为你动手表 扬起吧 还行 明明怎么喘 跑多少 表给我 不错 三千六百米 做啥 三千六啊 不可能 真 我比赛的时候 跑两千米我就趴下了 这是最专业的运动手表 你的的确确跑了三千六百米 比你比赛的时候成绩好多了 是吧 是吧 那 那那那真真太太谢谢你了 还是 还是 还是你在这儿有动力是吧 你千文说笑话 其实 跑步啊 目标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享受过程 我刚才看你跑步姿态 挺有天赋的 但是你的耐力还有体力都不够 方法也不对 但是 如果你对长跑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告诉我 好 好 谢谢杨老师 那那求之不得 不客气 今天也挺晚了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也先回家了 好 我建议你 跑不回去 那那那 我 我打车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谢谢你啊 杨老师 来来来 姐姐 好 来 听话啊 对班 好 听话了 你快去吧 来来来来 好 快点 来 老师 来 老师去 听话啊 晚了 晚了 再见 再见 你看这小哥仨 这么快快乐乐的 你不觉得挺美好吗 孩子们 本来就是无忧无虑 快快乐乐的 我跟你说啊 我这回真的有理想了 你那理想小学 三年就听过过 不是当科学家吗 别打岔是真的 为了留住豆包 我真的已经开始确立 自己跟你想了 说来听听 跑步 不错 不是 什么就不错呀 你是跑回去还是 我上你多少 你上我吧 你上我吧 我路上跟你好好讲讲 我的想法 真的 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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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